我們看第四章四之一的部分 我們講的是數據分析 那四之一其實有大部分都跟以前普通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講快一點 然後四之一比較難 因為要講的是二維數據 就找到所謂的變異數啦 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先看一下一維數據的部分分析這邊 第一個先看一下 第一個是統計圖表這邊 我想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都學過了 叫做次數分配點 就是簡單講你把幾個科目啊 人數啊去做對應就好 就像這邊 這個表哥看得出來嗎 表哥 這邊 我快速幫你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啦 像他這邊告訴你也是說 這個 一顆幾個的人啊 比如說這邊有沒有 我們舉個例子好 這裡 這個二呢是什麼題 四十分到五十分的人數 那什麼叫累積 就是說 以下累積的意思是說 我會往下面累積 所以看這邊 這是指的是每一個範圍裡面的人數 所以這裡為什麼是七 就是二加五 不等於七 那這個十四怎麼來了 就是二加五加七 一直往下加的 然後另外我是以上累積 以上累積是說 從上部去做累積的動作 所以看到這數字有沒有 剛好都基本上是 不能講說顛倒啦 就最後的話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是其他不同的 分六這也是六的原因 是因為 九十分到一百分是六個人 那這個十五怎麼來的 就是八十五 八十分到一百分的人數 所以他累積有兩種 一種是向上累積 一種是向下累積 這樣子 會啦 那這個其實已經國中學過 已經學過那個什麼 累積次數分佈圖 那個分佈圖 然後他就有所謂的次數分佈圖 那這個當然告訴你是 沒有分數的狀況 他就把它分數分完以後的情形 這個我想應該還好 那當然這邊告訴你是說 你要製作分佈圖的話 要知道是全部的距離 還有主數、主距 這個次數 這個我想應該還好 那這邊的話 告訴你也是他的 一些圖表的表示方法 一個長條圖 像這樣子 直方圖 還有折線圖跟圓筆圖 我先講一下 那個長條跟直方圖不一樣 你知道嗎 長條的話中間是我尖殼的 對不對 直方的話就直接把它怎樣 併在一起 所以要看這邊的總共是50到60 60到70這樣子 然後 那折線圖的話 其實跟那個長方圖是完全一樣 他只是什麼東西 他把他的每個中間這個點有沒有 把它標出來 然後標完之後呢 把它怎樣 把它連起來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變成線圖 聽懂嗎 那當然我們有所謂的那種什麼累積 因為如果你是用的是 累積次數分配圖的話 那個點啊 標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點這樣地方是不一樣的 像這邊有沒有 看這裡 這邊告訴你是那種 累積次數分配圖的部分 看到沒 如果是累積次數分配圖的話 我標的點的話 會從 如果是向下的話 它是遞增的 慢慢一直往往上增 增到最後的話 就是最高點的部分 人數的部分 那這個是往下的 它是往下遞減的 這個我想應該OK吧 OK啦 好 這個是那個累積次數分配圖 那這邊的話 你要記的東西是這個 你要把它畫起來 這邊打一顆星 這是你們學過的 均量 什麼均量呢 就是說集中趨勢的量數 稱為均量 好 像這邊都是屬於所謂的均量 比如說 重數 中位數 算數平均數 跟幾何平均數 這個都屬於所謂的均量 那這邊的話 重數 中位數 算數平均數 你都學過嗎 幾何平均數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幾何平均數 比如說幾個例子好 你有abc三個人 三個分數 他的幾何平均數 就是三四根號 abc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幾個數字乘幾遍 然後開幾次根號 聽懂嗎 像剛才講 我們以前不學過嗎 比如說 b平均數等於ac 這叫什麼 這叫幾何平均數 因為它是兩個數字而已 直接開根號就好 所以 三個的話開三四根號 四個的話開四四根號 這叫身為幾何平均數 那算數平均數的年代 就全部加起來出0 就好了 會啦 那差量的話呢 是離中的這個區幹號數 就是 它想要知道說 一組數字啊 離上的程度代表性成是多少 好 那這個的話呢 你把它記下來這個很重要 這個打十顆星 這是重點 就是有全距 四分位距 還有這個 平均絕對離差 變異數跟標準差 為什麼要發明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要發明這個差量 原因是 我舉個例子好 我想請問你 當我告訴你說 你們班平均六十分 我們班平均六十分 那哪個班比較強 看起來都是一樣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一個問題喔 有沒有可能喔 全班大大都六十分的 有嘛 有可能發生嘛 可是另外一個情形是喔 一個班呢 他們班九十分的 人也很多 可是呢 這個 三十分的呢 也很多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剛好九十分跟三十分的人 如果各一半的話呢 他們平均也是六十分嘛 跟全班都六十分的也都一樣對不對 那 就變成造成什麼結果 知道嗎 就變成說 假設今天你是公司老闆 你看到兩個數據啊 都是六十 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你無從判斷 對不對 可是當我告訴你說 欸 他跟這個什麼東西啊 他跟中間的平均值啊 如果有落差的話 就像這邊有沒有 離散程度 如果說大家都在六十分上面的話 那大概可能都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有說 大概六十分 可是有些人是九十分上面的 也是在三十分下面的 那對不對 好的很好 爛的很爛 那我會根據這樣的狀況去判斷說 我到底應該怎麼做處理 比如說 我現在加強那三十分的人就好了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就是說 我根據我的分數 然後還有根據我的這些差量 去判斷說 它真正發生的情形是什麼情形 這樣子 這個其實喔 我們 講實在話 這個地方我們先講一下 我坦白說 這跟你考試 可能幫助不大 但它對你將來出社會以後啊 會很有關係 這個差量 OK 可以了齁 好 那剩下的問題就明天講喔 好不好 那接下來 請講這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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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